于十香路高社区发展协会日线举办社区实体店面开幕典礼 现场嘉宾云集 除了介绍这次联合五个社区所推出的礼盒以外 也希望透过实体店面的节目 能够让游客看见于十香五个社区的特产 六个社区的实体店面开幕来节目 希望因为我们这个社区里面 因为这算第二个实体店面的节目 我们所有的商品 尤其是五个社区的所有的商品 都会来这些共同在这些推销 尤其是我们的共同的这个礼盒 来说这是我们的虚拟兼 从来家委和黄教授来制度 家委出来的这个礼盒 我们重点的推销 这个礼盒再来我们地区的这个商品 这次的实体店面节目 主要是希望透过社区产业行销计划 除了促进年轻人回乡创业外 也能够为社区增加额外的收入与资源 推动之后我们希望说把我们社区所有的资源 益助到我们整个社区推展社区福利的部分 那尤其是我们年轻人没有办法返乡 我们希望透过社区产业行销计划 也能够促进我们整个年轻人能够回乡来创业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产业行销计划 能够也能够在整个推动社区福利的部分 也能够有部分的资源能够寄注到我们社区来 因为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推动这样的一个产业行销计划里面 能够有能够更多的经费寄注到社区 县计员县明文也指出 在实体地面中可以看见鱼子乡最出名的三宝加一咖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除了促进地方发展外 也希望能够吸引游客 配合我们当地的三宝加一咖 这个都是很优质的产品 所以来到鱼子乡游馆的旅客 如果知道我们这边有这么多风景点 包括这么好的农产品 相信都会落意不绝 而且会有再来游玩的这种倾向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政府能够在这个方面多加琢磨 多编点经费 让我们每一个社区能够均衡发展 路高社区实体店面节目除了宣传社区产业外 也推出结合五个社区的精美礼盒 希望透过社区产业行销计划 能够带动地方社区整体发展 记者邱平一 于此采访报道